上古传说中的通天神术贱墓所在的都广之野是否真的曾经存在过? 如果是的话,它又究竟在哪里? 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想要寻找真相的人们超过一千年之久。 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将对现存各种观点做一个剖析解读, 然后给出大两怪自己的一点看法。 相信本期内容的结论一定会在绝大部分人的意料之外, 敬请诸君耐心看到最后。 神秘美好如天堂一般的都广之野, 让很多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为之魂牵梦吟,滋滋以求。 然而非常可惜的是, 这个远古奇书中记载的神秘乐园究竟在哪里? 研究者们众说纷纭, 直到今天仍旧是个未解之谜。 一般而言,对于都广之野的所在主要有着三种不同的说法, 其中第二个说法最为人们所熟悉, 而最后一个则会出乎绝大部分人的意料。 接下来,我们就慢慢来和大家掰扯掰扯这几种完全不同的观点。 《沙海经海内经》中说, 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 我们要锚定都广之野的位置, 黑水是第一个重要的线索。 在《沙海经》中关于黑水的记载, 一共出现了15次。 在著名的地理著作《与共中》也出现过三次。 《沙海经》反复强调了这条神秘河流, 据说起源于众神之山昆仑丘, 然后逐次向东再向东, 接着折向东北, 最后向南流入南海。 黑水的具体位置是不亚于都广之野的另一个千古谜团, 关于它的内容以后专门再和大家掰扯。 有一种观点认为, 传说中的黑水就是现在的金沙江。 《与共追旨》中说, 与共梁州之黑水, 汉时名卢水, 唐以后名金沙江, 而黑水之名随隐。 《徽主》录中也说, 卢水乃金之金沙江, 即黑水也。 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 也叫神水、淹水、卢水。 它穿行经过川藏滇三省, 其间有最大的支流, 雅龙江汇入。 在四川宜兵明江汇入之后, 成为长江, 而金沙江在流经云南省地域时, 则经过了一片非常富饶的土地, 滇中盆地。 有研究者认为, 那里就是远古传说中的都广之野。 滇中盆地是在2.5亿多年前印之晚期, 长期隆起的康滇古路, 经过剧烈沉降形成的中心深带沉积盆地, 那里水草风貌,气候温暖湿润, 曾经还是恐龙生存繁衍的地方。 在滇中盆地发现最早的稻作农业, 来自距今4500年的大理冰川白阳村遗址, 遗址中发现大量的碳化稻米。 滇中盆地遗址最早的树和鼠, 发现于距今约4000年左右, 圆毛大墩子遗址和剑川海门口遗址, 而在剑川海门口遗址, 同样发现了年代距今约3400年的豆类植物书。 这和山海经中对于都广之野有高书、高道、高书、高纪、 白骨自身的记载基本吻合。 但是这个观点有两个硬伤, 首先是纬度问题, 滇中盆地在北回归县以北地区, 所以理论上这里不是太阳止射点覆盖区域, 不具备实现贱目日中无影的客观条件。 其次, 黑水是否就是金沙江还没有定论, 如果这个前提条件不具备的话, 后面的结论自然就无从谈起。 在今天成都天府新区的华阳古城社区, 锦铃天府大道南端的西侧, 有一个不太被人们关注的远古遗迹, 它就是广都城遗址。 早在1981年, 广都城遗址就成为成都市级文保单位。 1998年的再次考察发掘后, 初步确定了遗址的大致范围, 东西长74米, 南北长67米, 面积约5000平方米。 而这很可能仅仅是广都城很小的一部分。 广都城在有关于属地的古籍文献中, 被多次记载, 其中蜀王本记中说, 蜀王本治广都樊乡喜居成都。 变林开创的古蜀开明王朝, 曾经在广都建都, 这应该就是广都的名字由来, 后来迁徙去到成都。 华阳国制中, 更是先后15次提到过广都这个地方, 并说, 蜀以成都、广都、新都为三都, 好名城。 广都城与成都, 以及位于成都清白江区的新都, 并称为古蜀国的三都, 因为成都平原素来与土壤肥沃, 物产富饶著称, 被称为天府之国。 这与人间天堂的都广之也极为相符, 再加上广都和都广地名上的接近, 让很多研究者相信, 那里就是传说中的都广之也。 而随着一件金氏骇俗的文物的出土, 让人们对这种说法更加深信不疑。 1986年, 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二号祭司空, 出土了后来文明天下的一号青铜神术。 神术的出土, 让很多人第一时间将它与都广之也的贱目联系到了一起, 有了实物佐证, 广都即使都广之也似乎就要实锤了, 但是这个观点依旧是疑点重重。 首先, 青铜神术真的就是贱目吗? 大脸怪个人认为并不是。 从青铜神术的细节来看, 它更接近于福桑十日神话中的福桑神术。 关于这部分内容, 大脸怪曾经发布过视频详细介绍过, 有兴趣了解的朋友们可以一步到主页观看。 其次, 都广和广都虽然接近, 但是仅仅凭借这一点就把两者画上等号, 显然并不严谨。 都广之也的也字, 在古代是有特定含义的。 说文中说, 意外为之礁, 礁外为之木, 木外为之也。 意是人口居住的城邦, 意的外围被称为礁, 就是我们现在常常说的礁区, 礁的外围被称为木, 而木再往外才被称之为也。 可见也是远离城邦的所在, 这与作为古属三都之一的广都城明显矛盾, 而且都广之也的都广, 很可能有着另外一层完全说得通的含义, 这个我们稍后会说到。 最后, 成都平原位于北回归县以北, 和滇中盆地一样, 并不具备日中无印的客观条件。 《山海经》中记载都广之也的原文中有一个字, 一直以来都困扰着研究它的人们, 这就是高字。 原文在表现都广之也白骨自生时, 连续四次将高字用在了书、 道、 属、 即四种农作物的前面。 按照著名的《山海经》注释者郭普的理解, 这个高是表现农作物的味道好, 但是它的这种说法却没有有力的佐证, 显得非常牵强。 后世的研究者发现, 如果不从字面意思去解读, 而从字的读音去分析的话, 就会发现一个令人兴奋的结果。 高字很有可能是壮族同胞南方方言, 靠的汉语音译。 靠在壮语中是大米或稻子的意思, 也可以作为粮食作物的总称。 壮语中有在农作物的前面加上靠的语言习惯, 比如小麦、 玉米、 高粱、 小米等等。 即使在区分不同米的品种时, 也有这种使用习惯, 比如糯米、 精米、 鲜米。 这样的话, 回过头去理解山海经中的高书、 高道、 高鼠高际, 是不是就丝滑得多了? 这还没有结束, 如果用这个逻辑去解读都广之野这个地名, 似乎一切就豁然开朗了。 壮语中的洞, 指的是山间可以用来种植稻谷的平坦区域, 而这个洞字, 在古代汉语中是与都字相通的, 壮语中的gap, 发音和汉语的广字相近, 也是宽广的意思, 洞和gap量在一起, 在壮语中是山间可以用来做稻作的宽广平原, 翻译成汉语正好就是都广, 据说直到今天, 有些地方的壮族同胞, 还把一些宽阔的山间稻田称为donggap, 如果这个逻辑成立的话, 都广之野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解释为, 遥远偏僻的山间平坦稻作平原。 那么问题就来了, 如果我们遵照日中无影的客观条件, 在北回归县及其影南区域来寻找的话, 能不能找到符合上述条件的地方呢? 答案是肯定的, 北回归县自东向西, 穿过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中南部地区, 而在这条线上有一个非常富饶的地方, 广西盆地, 广西盆地位于广西中南部, 那里三面环山一面潮海, 盆地内平原面积约3.76万平方公里, 其中约一半为市一根座的冲击平原, 盆地年平均降水量1000到1600毫米, 年平均气温20到22摄氏度, 堪称是一个农耕的天堂。 广西盆地中部的贵中平原, 由大大小小13个平原组成, 平原面积达到了8000多平方公里, 其中的上林冰阳平原位于大明山昆仑关山前地带, 平原呈半远行自西北向东南延伸约80公里, 是一个冲击层深厚土地肥沃, 总面积超过了1200平方公里, 广西盆地面积最大的冲击平原, 而这个上林冰阳平原就正好位于北回归线上, 是夏至日时太阳直射点的覆盖范围, 完全符合山海军中贱木日中无印的客观条件。 说到了贱木, 在贱木的视频中大连怪已经分析过, 通天的贱木很可能就是远古大乌门登天通神的道具, 刀梯, 而广西的壮族同胞就有登刀梯的传统, 河浦, 来宾等地至今仍保留有登刀梯的习俗。 更奇妙的是, 在广西盆地之中还真的有一条与黑水有关的河流, 左江是西江水池的上游支流, 左江上游是平安河, 发源于越南亮山, 流经广西的龙州, 崇佐, 福随, 雍临等四个县, 与雍临县宋村与右江汇合后流入雍江, 在广西境内全长470公里, 左江的一条重要支流就叫做黑水河。 黑水河发源于广西近西县的大龙潭, 河长192公里, 在崇佐一带汇入左江, 黑水河的名字来自于民间口口相传, 但是确切的由来却扑朔迷离没有定论。 那么黑水河有没有可能是当地居民的祖先记忆, 就是来自于山海京东那条黑水呢? 疑惑这仅仅只是一个巧合呢? 广西盆地, 不论是从地理方位, 风土人情还是自然环境, 都基本符合山海京东对于都广之夜的描写。 这个气候宜人, 土地肥沃, 物产丰富的乐土, 究竟是不是那个远古传说中的神秘之地呢? 我们还有待更多的确凿证据, 然而不得不说, 广西盆地的的确却称得上是最接近的答案。 虽然我们本期内容并没有得出诸于外星人, 史前文明等等那些耸人听闻的结论, 但是却让我们有理由去相信远古仙人们心目中那个人间天堂很可能是真实存在的。 同时也提醒我们, 《山海经》中的很多内容也许并非完全是天马行空虚无缥缈的想象, 反而是真实发生或者存在过的。 喜欢上古神话故事的朋友们, 可以关注我的上古神话那些事系列文章和视频, 我是只说自己观点的大脸怪, 谢谢您的观看, 再见。 。